最古老的商店街 它有130多年的歷史 這個就是福岡的屋台 很熱鬧 今天要帶大家走訪福岡最熱鬧又好逛的地區 天神和中州 天神是福岡市西部的一個區域 鄰近著博多車站 這裡稀稀攘攘有著各式各樣的商店 酒吧 餐館和娛樂場所 可以說是九州福岡最繁華熱鬧的區域 另外一個不可錯過的地方就是中秋 它是位於福岡市中央的一座小島 一到夜晚這裡繪積了許多各式各樣的屋台料理 讓你能夠品嘗到道地的福岡美食 同時周邊也有許多特色的商店街和神社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漫步在福岡的街頭巷尾 透過品嘗美食探索特色商店和參拜神社 正如體驗福岡這座城市的地方文化 和散發出來獨特的魅力吧 這邊的族群年輕人蠻多的 學生啊 大學生 好像下課的時候都會來這邊當地稍微走走 這是當地的一間料亭老店 吃日式的這種料理 有一個小餐車在賣一些什麼東西 賣鬆餅還有一些咖啡 這裡是附近的一座神社 叫做錦固神社 我們去它的本店那邊稍微看看 錦固神社就處理在天神商業區的中心 由於鄰近的車站很適合在漫步城市和觀光之餘 順路停下腳步參拜 根據社傳的記載 神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宮皇后進行三喊征法時 守護著船隊的緊固大神 先進神社以居邪避勝和考試合格等神機而聞名 感覺這邊可以求學業 然後也可以求運 我看到有些人說 要考上佐賀大學醫學部當醫生 他們沒有守水舍 許而代之是這種仙境的水龍頭 可以稍微清洗一下靜神 這間神社還有足湯 但是它今天好像已經結束了 裡面感覺不大 就大家坐在哪裡 可以泡腳 那我們現在來到福岡的天神地區 這一站就是天神 在我後面這個就是天神地下街 天神可以說是九州最熱鬧的一個鬧穴 而這個天神地下街 全長總共600公尺 100多間的店鋪 整個地下街都是以19世紀 歐式風格的建築所打造 所以來到天神呢 一定要來這邊稍微走走逛逛 這條上電街設計真的蠻漂亮的 它就有一點這種昏暗昏暗的感覺 但是呢在角落 它都會放一些那種很明亮的小凳 剛剛我還以為這是什麼一間店啊 就是它的廁所 它廁所都設計成這樣子的感覺 夏天很熱的時候 或者是下雨的時候 我就逛這種地下街最好 因為裡面有暖氣有冷氣 你就不用怕可能外面在下雨啊 然後又不想出門 在地下街這邊行走 就一個天然的屏障 可以為你遮風擋雨 這個電話庭真的很有味道啊 它不只外觀設計 它連裡面那個燈泡 都有一些這種歐風的感覺 還我都想進來稍微打個電話 這條商店街就連著地下街天水空港線 所以真的非常的方便 就一走出車站外呢 就可以直接開始逛起來 那我現在就到川端通商店街 這條商店街可以說是伯多最古老的商店街 它有130多年的歷史 而全長400公尺的寬道呢 裡面有130間的老字號 還有一些新店啊 跟賣衣服的賣藥妝的跟餐廳非常多 很適合來到這邊逛街 它這條商店街是由川端中央商店街 還有上川端商店街兩個商店街所組成的 坐地鐵呢可以坐到東周川端這一站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大樓 不知道裡面賣什麼 就是一些小餐廳的樣子 去外面的商店街走走看看好了 博多川的右岸名為川端 當地自古以來一直是商業繁榮的地區 這片土地上聚集了眾多 由博多商人捐贈興建的神社和寺廟 展現了當地獨特的文化與信仰 而漫步在川端的商店街上 處處都可以看到許多復古風情的景點 老式的建築物、傳統的店舖 讓人彷彿置身於過往的時光當中 旁邊這邊還有一些小巷 這邊感覺就是聚酒屋的店比較多一點 有吃這個明太子 還有お好み焼き 壽司 感覺是一些下班族 往後來這邊吃一個小東西喝個小酒 我現在來到九州著名的歡樂地區 中州 這個中州就是納克川跟博多川香甲的一個地區 這裡的特色就是晚上會有非常多的烏台小吃 也是福岡當地一個很特別的文化 來福岡就是要體驗一下當地的日吃烏台料理 福岡的中州還有天神地區 都是以日式烏台料理的文明 當中有非常多的攤販 就像台灣的夜市一樣 餐點大概一個人吃一吃 我覺得兩千塊左右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這個烏台就是它的位置都很小很寂 如果你是帶很多的行李的話 可能先把行李放在飯店 再來這邊烏台嘗一嘗會比較好 那我比較推薦大家是來中州這邊的烏台做一個體驗 因為天神那裡的烏台 它其實比較像是當地的上班族下班之後 小酌一輩子常說 中州這邊的烏台呢 它面向很多店都是有觀光客會進去吃的 所以選擇方面也比較多一點 這個就是福岡的烏台 很熱鬧 每個人就坐在裡面很擠很擠 然後三五成群 大家一起喝酒或者是吃一些東西 這裡有時候也會有一些觀光船 在這邊行事 可以欣賞這邊河岸兩旁的風景相當漂亮 然後中間那邊呢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藝人 也不是藝人 就是唱歌的一些歌手 他們可能自己經營一些小頻道啊 或者是Instagram 他們就是在這邊唱歌 這裡就有好多間一間一間的烏台 這邊屋台也有分幾種形式 一種就是可能店主他會跟你聊天啊 通常都是熟客啊 譬如說喝一杯小酒 然後旁邊也會有一些不認識的客人 有時候大家就會互相這樣子聊起來交朋友 也有一種是可能就單純大朋友 三五成群在這邊吃個拉麵啊 喝個小酒啊 互相這樣子聊天 在福岡的屋台用餐是一種獨特的體驗 通常在店外會有一位工作人員待位 他們會先給你菜單在旁邊等待 隨後帶迷路坐 餐店主要以拉麵、關東煮和串燒為主 一個人通常會點一份主食 如果不知道該怎麼點 建議可以點碗拉麵或是舞蹈士跟著串燒組合套餐 一般在進店內後會先點一杯飲料 在日本的餐飲店習慣是先上飲料再上主食 由於屋台外經常會有排隊的人們 所以用餐的節奏可能會較快一些 另外菜單上有些可能不會標示價格 記得要先確認好費用 且多數只接受現金付款 即使不懂日文也沒有關係 因為有些店家會提供英文點餐的服務 福岡縣內目前還有三處舞台階 分別位於福岡市、北九州市和九六米市 日本最初的舞台起源於江戶時代 當時有許多餐禽交代的舞室 和獨自在外工作的勞動者 使得各地的外食需求大幅增加 而今天所見的首推測改裝式的舞台 則始於日本戰後的黑市 然而隨著社會的復興 衛生、場所和美觀的問題也逐漸一一復現 各地方的自製體也曾對舞台實施了嚴格的規制 舞台數量也逐年遞減 目前在福岡市內營業的舞台數量為154間 其中約一半的65間位於天神一帶 現今這些舞台不僅是福岡旅遊的熱門景點之一 也成為了城市的風景名片 所以這些舞台大約在晚上六點半左右 就會開始慢慢一間一間營業了 我會建議大家可能六點左右 就可以先在這邊稍微走走看看 因為那個時候的人就不會這麼的多 那就可以比較好選說你到底要進去吃哪一間 你看看 說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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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